很幸运的旧竹篮,喜欢的不得了 很幸运的是,村里的大哥帮我们请到了村子里面会做这门手工艺的老人 而他愿意再做一个新的赠予我 次日清晨,我跟着爷爷去竹林砍竹子 交谈中才知道,原来昨天看到的旧竹篮是泥丘兰,当地人用来装泥丘的 爷爷说呢,竹子要选择年龄在四到五年的 不要太老,也不要太新,还要看它的竹节跟竹叶 突出的竹节要水平一些最好 竹叶也不要太散,玩下搭落,这样的竹子才容易编制 这下我可知道了,原来选竹子也是有大学问在里头的 选好了竹子后,爷爷一把就把竹子扛在了肩上,朝山下走去 刚刚下过雨,山路很滑,我很小心地一步一步地挪着 而爷爷呢,却早已扛着竹子大步流星 果然,年轻时去过北京城的老革命就是不一样 竹子扛了回来,爷爷二话没说,直接开座 可能这个就是水人的特性吧 花少,精气神全在手上,麻溜的就将竹子抛开了 这个动作是真的有帅到我 爷爷说,破灭的时候不要用蛮力 要依靠手的惯性这股巧劲,这样竹子才会听话 驱轻是为了让成品看起来更漂亮 不一会儿,一整根竹子在爷爷的刀下变成了一根根的灭条 宽度呢,也就刚刚好 再把灭条抛成薄片,用刀子修整光滑 原材料就都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抛开的一根竹片切口处爬了好多蚂蚁 爷爷说,是因为新鲜的竹子会有水分和清香甜味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开始编制的过程了 先将一根细面条绕成一个圈 作为抵托固定竹篮的框架结构 再用细面条一层一层交叉着编制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整个过程都需要一点点去细心的调整 四婶端给了我一盆洗好的羊梅 说是大哥刚在树上摘的,很新鲜 我尝了一个,有点酸,但还是吃的停不下来 为了再编竹篮的爷爷一颗 嗯,爷爷好像有点害羞了 在聊天中得知 整个村里也就仅剩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会做这个 但现在几乎都不做了 爷爷也说得很直白 做这些挣不了钱也费时间 年轻人也不爱来学 在当今机器逐渐取代手工艺的时代里 几位老人百年以后,或许就再也没有人会做这些东西了 很快,一个尼秀兰就成型了 最后的一个步骤是穿外套 我忍不住体验了一下 将竹片深见竹编里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 却还是在爷爷的帮助下才完成的 半天的时间,整个尼秀兰就做好了 凑上去一纹,竹子清甜的气息 让我也有和蚂蚁一样想去尝一口的冲动 我不知道需要经过多少次的重复 才能如此熟练的将一根根主字 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家常之物 之所以喜欢手工而制的东西 就是因为每一个手工物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代表了一段故事 都会有手艺人掌心温度的留存 让人不自禁想要好好的珍惜它 我想,以后每次看到这个竹篮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这门手艺 想起那个永远气定神弦的爷爷 想起书金村的这个地方